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老熊 今天有两款玩具 这两款玩具是需要两个人玩的 就是那种 惩罚字的游戏 就是谁输了谁就将受到惩罚的这种 首先看一下这一款 水龙头 帽子上有个水桶 然后移动这个水龙头 如果水运气差的话 可能就会被水喷一点 这个玩具叫做吃点冰桶帽 那如果加点冰的话 可是更爽 这就是那个水桶 然后这里有水龙头 这是转转转的 这是固定水桶 然后这是一个黄色的帽子 不错 然后这个玩具是 鸵鸟蛋吗 是个鸵鸟蛋吗 应该是个鸵鸟蛋吧 然后有很多件 然后插进去 如果运气好的话 机就会跳出来 那简单的说 这个就是一个玩小机机的游戏 这个机很小 好 我们再也打开看一下 这里有个蛋 这有一叠剑 这就没了 先把这个机会变 我们先玩一下这个小机机啊 好 已经打开了 开关已经打开了 我们就插这个剑就可以了 这里有这么多的剑孔 那是不是可以插很多很多下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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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可以作弊 我知道它哪里它会上来 我现在 给机机的正面来一刀 正面来一刀 发生了什么 这个机 在哪里边 从天上弹出来了 按进去 然后插这个位置 机也会弹出来 1 2 3 这个弹出来的一瞬间还是挺搞笑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会不会换位置 我们先给它上上去 会换位置了 现在已经插这里没有用了 所以说这还是有一定的随机性的 那我现在已经把电影关掉了 我看一下插进去的时候 它会不会弹出来 当然我们这玩完是很赖皮的 不能看的 它也是会弹出来了 很可爱的样子 我们再来找个小伙伴 跟我们一起玩一下这个水桶吧 我们可能需要在这个上面先加上水 这样子的话就等于把底下的橡胶往下拉了 往下拉了 你现在再装出来的话还是没用 这个水龙头我是撕过好几次好几次 就是把所有的水龙头都给插上去之后 它原本这个地方是起到一个卡扣的作用 就把这个底下的塞子给塞住了 就不会流水了 当拔出这个水龙头的时候它会流水 但是是没有用的 我现在已经插好了水龙头 原本是不会漏水的 但是我给大家装装水看一下 你看 直接还是从这里流下来水 哎呀又翻车了 这东西做工也太差了吧 那就是这两款游戏 我觉得这个大家一起玩的时候会比较开心 这个也是可以小朋友一起玩的 那么这个我已经玩过了 这个没有用 那只能这样子了 那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喜欢视频记得评论点赞关注我 拜拜